诶 这那个什么字啊 妹 肉 肉家狗 肉家狗 我叫瑞家居 瑞家居给护士讲述自己的名字 女护士对此不屑一顾 催促她赶紧去医院检查 医生不愿意说她的病情 而是让她该吃吃 该喝和该玩玩 很快会好的 这把瑞家居吓得眼睛都瞪大了 这句话的前台词 大家懂得都懂 瑞家居魂不守舍地走出医院外 一个人借酒消愁 这是小林来问瑞家居翻译剧本的事 得知瑞家居的事情以后 她跑去询问医生实际情况 医生告知瑞家居的检查结果 侍卫里长了个德性肿瘤 这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批得瑞家居是万年聚会 瑞家居写好了一书 又坐着火车来到了悬崖边 准备跳崖自杀 但当她站在悬崖边上 回想起自己的这一生 却是一事无成 再往下一看悬崖峭壁 坚实耸立 她也顿时失去了跳崖的勇气 后腿扑倒在世界上痛哭不已 这时瑞家居突然看到了 生长在峭壁上